应该说这次台美要建这种联合的导弹防御网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在以往美国跟台湾之间的这种军事联络 相对就比较紧密 这其中美国利用台湾作为封堵大陆的第一道防线 这个用意是非常强的 不管是从台湾的地理位置上所处的第一岛链 还是从它的这样一个跟美国的一个密切程度上 美国都是希望充分的利用台湾来遏制大陆 那么在以往 台湾由于自身的防务能力的限制 那么对于大陆来讲 它更多的可能是依靠美国更多一些 但是我们看到 随着特朗普政府在印太地区战略的一个变化 包括现在拜登政府也在印太地区 动作应该说更加的频繁 都意味着未来在第一岛链来遏制中国 甚至形成对大陆的一个精准的打击 那么这是美国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在地区间的一个趋势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 随着大陆沿海的导弹的一个换装 那么现在第一岛链已经完全不可能封堵入大陆了 甚至第二岛链对大陆来讲 应该说想突破它也不是什么难事 美国对台湾的需求就开始强烈起来了 以往是台湾一边倒的希望美国协防台湾 那么现在由于美国战略的一些调整 它对台湾的需求也就更高了 特别是台湾现在开发这个天空三的高高空的防御的导弹 那么也为美国呢 未来在这个区域的来部署相的反导系统呢 增添了一些助力 这样的一个意味就在于 从美国来讲 利用台湾营造一个对大陆导弹的防御的系统 不仅能够保住台湾 从另一个层面也为美国第二岛链上的前进基地 提供了很多有效的防御 那么也为第一岛链未来部署对大陆的 这样一个精准打击的导弹系统呢 也提供了相应的一个防护 所以美国现在反而对台湾的这样一个合作 显得兴趣更加浓厚起来 所以动作也频繁起来 那么当然了 民进党当局一边倒的倒向美国 希望以武居统 希望这个依美抗路 当然美国热乎起来 台湾自然就要加倍的予以这样的一个迎合 同时呢 更要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公布出来 以凸显台美关系的密切